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流派货之夜如果一开始伤害来办 应该都是这个问题 暴雪不给你玩的就都不能 影片一开始爽快的滚石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主要的夸张数字来自于飓风术 而且也是需要时间叠伤上去 实际打怪就需要一段钳制的时间 可是被打太痛了 所以也没空漫漫跌 只要遇到一只霍柱强几乎就是死给他看 但是就是比其他流派还可以打 所以也只能玩滚石飓风流派 国外玩家的动物园飓风 时间剩下不多 我也没空去研究 也是要达到一个条件伤害才会高 直接照抄一样满可悲的 趁现在能玩赶快玩 毕竟这个滚石飓风百分百活不过PTR 技能核颠峰盘 直接去暗黑盒找来抄就行 推荐使用消风剑 武器打上变形石精华 灵力不够 鞋子打流沙 戒指打灰暗 提暴特和杜尔门 以及自然野性是必须 其他可以随便 主要武器要淬炼飓风术 时间延长 八个来自变形石之后 巨石仍是愤怒标签 其他的就不多说 各位亲身去体验就知道 默默玩默默爽就好 虽然活不到赛季 但是希望他们能在赛季中增强德鲁伊 下水道已经待得太久 我们也想呼吸新鲜空气啊 影片就到这边有空帮我按个赞 我们下次见 我们还有他 eli 感谢观看 回到此 今次我 chromosom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